哈哈哈哈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炮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這一集呢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即將就要開放11星了 升到11星的武將就不能再當肥料 所以大家 可是要慎重考慮好你的隊伍阿 那如果你現在玩得不太好阿 或者說隊伍不太強阿 這都還OK 都還有得救 因為你只要6星 9星 10星的武將 未來都可以把他當作肥料來用 好那阿炮今天的影片呢 就是要來分析各個武將的強度 大家了解武將強度之後呢 就可以去組屬於你的陣容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不妨先幫阿炮點一個讚 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你就可以收到阿炮的最新資訊 好我們廢話不多說 正片開始 Let's go 首先 阿炮先在這邊跟大家講一個觀念 不管你的武將再強 你選再強的武將 星數沒有升上去 他的強度就發揮不出來 其中呢 又有一些輔助角色更為明顯 像是神諸葛的套套 欸 講套套 不然講保險罩好了 如果你神諸葛的星升不上去 你的速度就比人家慢 別人都打完一波了 你保險罩才下 隊友都死光了 這樣大家應該就懂了吧 嘿嘿 好 那在阿炮的心目中 踢靈腳究竟是誰呢 就是 保險罩 啊 幹不是 神諸葛 神諸葛第一招 可以幫四個最高攻擊的隊友加buff 而且 還可以消狀態 被加buff的人呢 如果是猛將的話 再額外多20%的爆擊率 持續兩個回合 那以現在台服的生態 摸關羽跟關羽是相當的多 這一招就變得相當的op 但是呢 阿炮發現 其實很多人不太會佈陣 通常 神諸葛 你一定要把他站在隊伍的前方 擺在前面 為什麼 因為呢 你這樣能確保不被關羽沉沒 那再來呢 如果魔關羽又破甲了 等於說你的神諸葛 一定可以放出第一招 就可以把後面的buff都解掉 那因為神諸葛第一招是解四個人的狀態 比較高攻擊 通常都是包含自己 所以你可以解三個人 這時候你的陣型呢 就可以擺這樣 然後神諸葛 我們就把他擺第一個 擺下面或擺上面都可以 然後再來呢 另外一個我們擺這邊 但是這邊要注意一件事情 你要把三個攻擊最高的擺在後面 那等於說神諸葛只要放第一招之後 就是解這四個人的狀態 那第一個這個呢 也不會吃到魔關羽 欸 不會吃到關羽的沉沒 那其中呢 小喬還有大喬也是同理 只是大小喬的速度要撐高是有點難 然後再來神諸葛第三招是他最強的技能 就是可以均攤所有傷害 這樣就可以更有效的去防止一些刺客症 例如說 魔關羽 關羽 張療 下猴蹲 而保險罩還有一個效果 就是讓他可以走到很後期 全體法術免傷15% 這一招在後期 能更有效的去防止神龐桶 那我們再來帶大家看一下第四招 他死亡的時候可以恢復全體武將大量的生命 241%啊 在陸服呢 神諸葛幾乎是人手必備的武將啊 然後再來帶大家看一下 另外一隻T0的角色 另外一隻T0的角色是 神龐桶啊 雞八角啊 然後首先他的第一招 可以對敵方最高攻擊的武將造成260%的法術傷害 然後還可以降低30%的攻擊 然後再搭配他的第四招 可以多造成120%的傷害 等於說 他兩回合 就可以造成380%的傷害 很多武將的單體攻擊技能 要四回合才能放一次 而且大概就造成400%的傷害 那龐桶第一招 兩回合就放一次造成380%的傷害 還降低別人的攻擊力 不香嗎 當然 龐桶也不是靠這招吃飯的 他最強的是他的第三招 60%的機率驅散全部的爭議 每驅散一個爭議 會額外造成等同生命上限5%的傷害 等同生命上限 這個是超恐怖的 那大部分的家家啊 都是在第一回合 比如說小喬啊 黃月鷹啊 或者說 神諸葛啊 通常啦 他只要觸發了這個消狀態的效果 基本上打出來的傷害就是5倍了 5倍的傷害換算下來 大概就是400%的法術傷害 哇 400%耶 而且他是打全體耶 你一個關羽 4回合才能打人家一個400% 他一個4回合 可以打人家2000%耶 把人家衣服全部脫光就算了 還打人家2000%傷害 那通常啊 再配一個法蓮啊 或是法力 還有破甲 哇 這打出來的傷害 真的是超噁心的 在陸服後期 幾乎是人手必備一隻 但是這邊要注意一件事情 神龐統 他就是PK很強 還有推圖比較強 那如果拿去打什麼 軍團BOSS啊 那種單體的 他的效果就很差 或者說關肚之戰 而在台服現階段 神龐統這些角色也還好 為什麼我來說給大家聽一下 因為呢 在陸服 到後期 基本上都會把一個資源 全部集中在一隻角色身上 例如說極限張寮 極限龐統 那變成說呢 其他的角色就會相對的比較弱 而你把這個資源都投資在神龐統身上 他就變極限龐統嘛 那他一炸下去呢 你其他沒有培養的角色 基本上就直接融化了 而在台服現階段表現平平的原因就是因為 現在大部分的人都是平均發展 還沒有到準備要極致發展那個時期 所以呢 如果你有抽到神龐統 不用急著練 就把他存下來就好 最後這兩隻武將 神諸葛 神龐統 就是阿炮心目中的 T0武將 好再來帶大家看一下T1的武將有哪些 就是我們的 魏章寮 魏章寮強勢強在他的第一招 可以對敵方最高攻擊的武將 造成260%的物理傷害 還會偷20%的攻擊 最最最重要的是這個效果 還不可以被驅散 你自己想 他除了可以牽制敵方的阻力輸出之外 還可以把攻擊偷到自己身上 而且這偷到自己身上的傷害 還會再吃你的加成 可謂說是力滾力啊 根本半則了啊 你被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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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倍 哈哈哈哈 用第一招吸飽吸滿之後呢 再一個十倍奉還 哈哈哈哈 打得別人混亂滿地爪牙 那通常 張寮的兵法是配武力 還有物聯 是相當重要的 那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在陸服也是很多人玩極限張寮 直接把對手身旁給秒 就下課了 好 再下一位 T1的武將是 諸葛亮 諸葛亮之前的影片 我們已經介紹過很多次了 他的第一招實在是太OP了 他可以造成法術傷害 又可以加BUFF 再來 還可以恢復 245%的生命 而且兩回合就可以放一次 而且他加的BUFF 有加到速度喔 大家應該都知道 速度在PK當中 可是相當相當的重要 這邊也是加了70點的速度 他除了第一招奶量驚人之外 第三招的奶量也是相當的驚人 根本做壞了 再來第四招草船借鑑 他每次只要攻擊到敵方武將 就會上一個標示 而且這個標示 不可以被驅散 然後每個標示呢 都可以提升諸葛亮3%的攻擊力 最高可以跌到10成 這個超級好跌 你帶一個法蓮 搞不好第一回合就可以跌到6成了 超級OP的 最重要最重要是他10星以後 10星以後呢 你一個武將 只要帶了三個標示 其他的人打他 都多加30%的傷害 是30%的傷害喔 這個屬性加成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諸葛亮 除了可以加BUFF 補血奶量驚人之外 還可以打人 而且還不只這樣喔 諸葛亮還可以當坦克用 這邊提升閃避10% 你再給他加個兵法 然後之後還有個圖騰 整個加上去 閃避可以高達5-60% 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閃避是比減傷還要恐怖的喔 為什麼 因為減傷你還是要吃傷害 你還是會吃到吸吸劑嘛 可是閃避閃掉就不會吃到吸吸劑了 而且還有一些什麼點燃阿 詛咒阿 或者是張遼的簡攻阿 也都完全沒用 感謝訂閱 這麼的OP 肯定是把他放在前面當坦 你自己想 呂布的第三招 他使出吃奶的力氣 我給大家看一下 不要這邊看 我們看圖鑑的 比較準 他使出吃奶的力氣 然後打了520%的傷害 然後下一會還會暈掉 50%機率會暈掉 結果被諸葛亮閃掉 你自己說 如果是你這樣子 你會不會暈 肯定暈的嘛 所以他下回合會暈掉 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 說後期呂布會開始無力 因為他就只能打前排阿 他的技能就是要打諸葛亮阿 結果還被閃掉 就是因為諸葛亮的存在 讓很多打前方的猛將 都變得有點弱勢 像是呂布馬 還有甘寧阿 這種 那之後呢 還有幾隻是T1的武將 我們在下一集影片跟大家講 因為阿炮現在已經快沒有聲音了 不好意思 好 那今天這一集呢 就到這邊 如果你有什麼其他的問題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板提問 感謝各位收看 我是阿炮我們 下集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阿炮 我們可以看到 畢哥 來看一下 我們會聽到 鄉我們會聽到 我們會看到 牠的路 bisa 動不響 您會發現 那些鬼 牠的路 蝦 毒 雞